郑渊杰曾用笔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童话王国 现在他又以新的方式成为顶流 给网友排队送祝福 解答人生困惑 频频登上热搜 这个国庆党 郑渊杰的皮皮鲁与鲁兮兮之罐头小人登上大荧幕 这是他作品第一次被改成真人电影 年过六旬的他为何仍在坚持创作 郑渊杰接受专访时表示 到现在他仍然保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我是测过心理年龄 就是前些年 心理年龄是六岁 所以我看到任何东西都会好奇 虽然生理年龄已经 比如说已经二三十了当时 那么我就开开这个罐头以后 我突然想 如果这个罐头里的肉 它进化了 它就不是肉了 它变成了人 那种小人 真的这样的话 我现在会怎么样 我现在66岁了 每天还有三四个构思 就像我坐在这以后都有了构思了 郑渊杰笔下的皮皮鲁 调皮好动 成绩不好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 反叛精神 打破规则 甚至映射残酷现实的主题 几乎贯穿于郑渊杰的所有作品 多年来不乏有人批判 郑渊杰的作品是少而不宜 郑渊杰却认为 好的文学作品 不应有儿童和成人之分 就是孩子跟爸爸妈妈是平等的 人是应该尊重别人的 别人也应该尊重你 但是长大以后 发现别的孩子 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打他 还有上学以后 发现老师 不是不能平等的 对待所有同学 那么我在写作的时候 我就很想把这种平等意识 告诉孩子 所以你说 抄前也好 觉得什么也好 应该是因为作品里 贯穿了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 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文学作品 不应该分儿童文学作品 和成人文学作品 真正好的文学作品 它的这种普世价值 是一样的 作为两代人的童话记忆 郑渊杰对于教育的方式 也有独特看法 针对目前网络上 热议的父母鸡娃现象 他以亲身经历讲述 鸡娃不如鸡自己 我从来没对我的孩子说过 你要努力 我就是说 郑渊杰你要努力 我怎么才会一个人把一本 《童话大王约看》 写了36年呢 那就是我演示给他看 他爸爸怎么凭一支笔 把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变得富有 这是最好的教育 因为教育啊 大家都认为是管理 教育不是管理 教育是示范和引导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孩子身上最强大的一个能力 就是模仿能力 和网友在社交媒体评论区 斗智斗勇 让这位知名作家 在网络上再次走红 他为何总能凭借金剧登上热搜 也许在他给网友的回复里 能够找到答案 送祝福解疑惑 有趣的回复里 能够看出郑渊杰 对年轻人的尊重和真诚 前一段有人问我 男朋友的作用 你看到那个了吧 我男朋友的作用 就是让爸爸妈妈闭嘴 和亲友闭嘴 什么亲戚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逼问那个别人 怎么着怎么着 他有什么权利 这样 那你的同事里边 有孩子多 没孩子多 没孩子多吧 我感到重大危机 因为这对我 不是一个利好 对吧 但是我又觉得 应该尊重大家的选择 因为这个18岁以后 绝对的应该是 自己能决定自己的一切 对吧 我太会了 我不腻了 这是一个大事 我来说